這樣說 如果說貝洛西港台之後的形勢 可以說是有些反彈 或者從憂慮中走出來的短線 但是你看到港股在這一段大家有些憂心 曾經試過跌到19,600到19,700多的範圍 試過中間是跌到這些 應該沒有記錯 是期指是在19500附近的 在現在這個水位再跌到500點 那時候其實少人都覺得是19,900 在波羅西成功跌倒 大家覺得沒有事沒有意外 當晚其實夜期已經反彈了 然後其實反彈就延續到現在 因為其實他就是昨天的下午才離開波羅 但是大家要留意就是星期四開始就有這個 這個圍著有六個位的演習 是的 演習了 即環台軍演 那這件事就雖然說一般軍演而已 大家都不是說真的有些什麼事 但是叫做潛在地都會有一點點憂慮 尤其是當港股已經由低位反彈了500多 又去到20,000附近 我覺得可能20,000都還可以的 但是可能多一二百點 譬如2020附近那些位置應該就會開始有些阻力 因為始終這部份都是未解除的 就是大家都是未說特別去看軍演 那你一天未完都未知道 還有其實真正的市場害怕的是 真是害怕台海有些軍事擦槍走火的東西都不好 那這部份那個緊張感是你在軍演完成之前都很難會解除 所以我覺得其實暫時來說都不是說認真 一帆封信 沒問題 二萬流上很暢純的 這樣可以反彈上去 我就覺得未必 就是如果你說港股這邊 但是你說港股是不是完全都沒有東西可以投或者做呢 那我覺得還未至於的 但是要留意兩件事 第一就是大事會受剛才所說的這個事件影響 那我預期應該這個影響可能都要去到星期尾的了 可能下星期會休息一點點 那假設如果軍演完了沒有特別後續的事情的話 那可能台海部分的問題或者緊張感就可以暫時放鬆 那如果是這樣就理想了 但是有機會其實這件事是會繼續拉下去的 因為你看到都陸續有些 就是譬如今天都開始說 就說如果你英國國會議員去台灣 我又嚴重警告又行 那這些是仍然會有機會出現一些陰謊 不過我覺得還未殺到近身的 但是有一點要小心就是 始終大陸那邊其實11月 就是我們現在預期了 就是11月20大 那之前都應該這部分都還會循環 繼續有些發生 所以變成可能的情況是 去到一些高位大家就要小心 就是我覺得就不會直線跌的 我自己暫時看的看法就覺得 應該未知直線跌下去或者很差的 但是就去到一些高位大家就可能走一走好些 例如可能怕怕又買一些 就是都是這樣短線操作就會好一點 那另外就避開一些很明顯會有問題的辦法 就是老實說我都是覺得內房 都說了很久 就是內房和相關影響的內銀都仍然是問題 那相對上來說 就是可能中資科網股科技股會好一點的 就是如果在裡面來說相對來講 但是剛才說都是會受大股影響的 就是譬如我講去到 可能恆子二萬樓上 就是201、202附近 那我也不會特別叫大家說 你買ATM買了長鎖就不會了 但是譬如你說再下一點 就是譬如可能今次又怕怕 假設上次的低位可能一萬九千五都出賣 落回去近萬九 其實可能由看情況到市的情況 如果大家很害怕 又覺得死了死了死了 那時候可能就買回一些 那些是有得想的 就是會是一種這樣的操作手法 如果在港股那邊 找一些雙方都會讓我們盡量 這樣子 也來回家